骑士买完东西走出臭伤 但发现自己的机车后头 停了一台休旅车 车位与对方车头靠得很接近 对方车上男驾驶现身 男驾驶声称要帮忙牵车 但不愿意移动自己的休旅车 为了购物停车问题 一阵你来我往僵持不下 直到对方亲友买完东西走出来上车 台中东西区一间超商 前方规划的车格就如同这般 没有特别标示出能停什么车种 大年初三双方为了车位闹得很不愉快 警方说目前还没有接获检举车辆 不过当事骑士坚称将会提出证据 要对方为违规行为负责 超商为了辩民提供少数车位 大过年为了车位影响到心情 其实最后等休旅车的乘客上车之后 才顺利离开 三地新闻王子宇李建英台中报导